声音不好听 所以你制造 你曾经讲话很大声去骂到你的爸爸妈妈 那你就会很痛苦 很容易咳嗽 很容易讲话很难听 那你一辈子改不掉 那为什么会哑巴你知道吗 亲口骂到父母 亲口 为什么手脚会断掉呢 你的手脚曾经打过爸爸妈妈对你有恩的 生生世世断手 所以有些人很可怜 为什么生下来一辈子残废 家里很有钱 残废 因为他用他的脚去伤害到不该伤害的对象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个世界上对你最有恩的 如果你故意去伤害到对方 你嘴巴讲的话让你爸爸妈妈听得很难过 然后你生生世世呢 讲话不好听 口才不好 而且讲话人家会讨厌你 你出声音人家就讨厌你 因为你去骂爸爸妈妈的那个业 会生生世世跟着你 这很恐怖喔 跟那几百事都会跟着你 所以每一次我都会说来 供花的人脸漂亮 爱笑的人脸漂亮 修忍辱不生气的人 脸漂亮 到底要漂亮还是要丑 那你自己要选吧 那你要开始改变你自己 不生气多微笑多供花 那你的脸漂亮 要不要长得高一点 还是你喜欢爱爱的 为什么一个人高 尊敬别人 谦虚的人 多拜佛的人 拜祖先的人 尊重别人的人 身材高大 就很简单 消除骄傲的人身材高大 所以你的行为 不管你身体原行为 一直在制造你自己 身的环境 所以身材 智慧 有钱没钱 好不好 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那佛陀要有这个智慧 告诉我们 如何改变自己 这个叫修行 但是第二种修行 是什么 除了外表漂亮健康有钱 还要有一颗智慧的心 我们叫空性 禅 没烦恼的心 那这个各位就要开始打坐 听佛法 按照佛法去思维 像各位都会念 来 般若心经 般若就是一种看到真相 虽然它是花 但是它会变化 无常会烂掉的 花 不离开这些碳水化而物 这些种种的元素 所以花 只是暂时存在 没有永恒不变的花 花 等于空性 这个地球也是空性 这个炼珠 这个身体 这个桌子 这个房子 像这个房子 你一直给它分析 这个叫智慧 它是钢筋水泥变 这个房子过去 可能不是少林式 搞不好是仓库 对不对 换个名字 将来可能拆掉 将来可能重盖 所以 只是 就像一个瓷器 你给它做成花瓶 它叫花瓶 你给它做成马桶 它叫马桶 你给它做成杯子 它叫杯子 但是 它的本体就是这些 水土化合物 烧成的 所以 杯子也好 马桶也好 花瓶也好 它的本体 都是 种种原因条件组合的 所以它里面没有一个 永恒不变的 叫花瓶 这样你去分析 所以 这个水 它现在是水 那水蒸发 变成水蒸气 变成云 然后云会变成下雨 然后呢 温度低会变成霜 变成雪 所以 水 它的本体 是空性的 空不是没有 空是 它只是这些 因缘暂时组合的 它不是永恒不变的 讲这个 又要睡觉了 意思是说 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思维 你才不会卡到那一点 现在你干嘛骂我 我脾气不好 你干嘛骂我 因为你执着有一个我在被你骂 念一下 照见五蕴皆空 根本没有一个我在被你骂 我这个我是由这个会变化的肉体 跟会改变的感受 思想 行为 这些意志 组合起来叫色受想形式 这个色受想形式 身心里面 根本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我 所以你骂谁啊 我没有一个我在被你骂 也没有一个你在被我爱 如果你有这个空性 那你就没有烦恼 所以刚刚讲的第一段 叫我们守戒律 多布施 那你会有世间的福报 有钱啊 漂亮啊 升天啊 这个叫世间的福报 但是你要达到究竟的解脱 就像阿罗汉 阿罗汉就是没贪真识 乃至我们大乘佛教 念一下 正入空性 无我的智慧 那各位一定要多花一点时间 但是你要达到 无我的禅的智慧 没烦恼 等一下 有智慧则没烦恼 对啊 那各位现在为什么会烦恼 没智慧 觉得我的身体生病了 我的爱情被欺负了 我的自尊 我的命运 事实上这个我根本不存在 这个我只是暂时存在了 这个我离开空气 离开太阳 离开英国人 离开中国人 离开卖鞋子 离开卖米的 根本没有我这个存在 就像这个花 它今天成为花 没有水 没有阳光 没有泥土 种种的因缘 它不存在 而且花现在这个存在是什么 来 暂时的存在 它只是暂时 它不会 除非它是塑胶的 还活久一点 但是我们喜欢新鲜的 但是塑胶的最后也是 也是会救掉 也会被丢掉 把它融化掉 所以这个花 它只是一个暂时不永恒的存在 叫空性 不是花不存在 不能佛教说讲空性 无我 没有花的存在 无眼耳鼻舌神意 没有眼睛 你要把它挖掉 无眼耳鼻舌神意是 我眼睛存在 但是我利用我的眼睛 去看经典 去看哪里受苦 而不做眼睛的奴隶 因为眼睛只是一个 暂时存在的工具 眼睛后面有一个分别意识 如果我后面这个分别意识 能够进化 那我就会变成观音菩萨的眼睛 不执着 像各位现在眼睛会执着 看到美女帅哥 多看两眼 因为眼睛执着 很想看这些东西 然后看到丑了 怎么那么痛苦 因为你眼睛没有空性 没有悲心 观音菩萨是训练他的眼睛 看到的都是 你是我的妈妈 你将来可以成佛 而且你哪里受苦 我要怎么帮助你 所以那各位这个叫修行 修行要把自己的眼睛 变观音菩萨的眼睛 自己的耳朵 变成观音菩萨的耳朵 听闻哪里有受苦 而且听到真理 听佛法 所以你看达摩祖师 很喜欢挂个耳环 这个耳环代表什么 来 永远听佛法 这个耳环不是漂亮 你戴耳环干嘛 哪里知道 漂亮 他挂个耳环是 永远在听阿弥陀佛 听本师释迦牟尼佛说法 用挂耳环来代表 但是世间人 他就认为这个耳环代表 一种美 一个女人 一个漂亮 甚至男人戴耳环 听说左边右边还分呢 我是homo 还是不是homo 所以各位你也不要去 他们 就算一个同性念 他也可以成佛 同性念也可以修行 也可以离苦 只是他不方便出家 因为他这个身体 是男人还是女人 就搞不清楚 所以不适合出家 但可以修行 但是不管你是谁 你只要有烦恼 你就要修行 而不要去满足那个烦恼 那就对了 所以什么叫修行 当你现在18岁 很想谈恋爱 好我不去谈 那就是开始修行了 你真的要谈恋爱吗 可以 找一个可怜的人 帮助他 可以 不是我喜欢的 因为你爸爸妈妈 逼你结婚 没办法 逼你结婚 那我要嫁给一个 善良的人 会孝顺父母 那个是可以 就代表你有智慧 而不是对方对我很好 对方会讲笑话 给我听 哪一天他也会讲给别人听 不讲给你听了 因为你以欲望为动机的时候 你会很痛苦 所以一开始我们相信因果 持戒不失 会让你这辈子快乐 来世快乐 那你要得到解脱 你要有智慧 那有智慧呢 各位要花时间 去思维 叫般若智慧 打坐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静静的 你在公园走路也可以 公园走路不要去想 怎么赚钱 怎么赚钱 你要去想 我为什么会生气 我如何让自己自在 我怎么样帮助别人 那你要想 不能用自己的想法 按照佛陀的想法 来改变你自己 这样 要闻思修 我们看经典听闻 然后把佛陀的道理去想 去想 然后要真实改变自己的身心 叫修 从自私变成不自私 从会骂人变成不会骂人 叫修了 所以 然后你要开始净化你的心 如何让自己的心 不会烦恼 不会生气 不会有欲望 因为你要知道 很痛苦 痛苦不是 不是别人给你们的 生命的敌人 最大的仇人 在你心里 那就是你的迷惑烦恼 就是你生起来的贪心 称恨 愚痴 傲慢 嫉妒 邪贱 这些东西 这些烦恼 这叫魔鬼 所以我们叫烦恼魔 它会伤害你 因为有这个烦恼 那你的身口意 就会去造业 然后你就不断的痛苦轮回 所以各位现在开始修行了 来少林寺 少林寺是达摩祖师的禅的传承 只可惜现在流行这样 这叫身体的禅 但是我们要抓住的是什么 心里的 由心里表现出来身体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也在打少林犬 什么意思 煮素食给人家吃 各位去老人院 照顾独居老人 各位去河边 不吃食物 这个才叫少林犬 这种行为 嘴巴 刚刚讲了 不骂人不骗人 讲这些道理给人家听 劝别人做好事 要唱歌 可以 唱佛歌 唱一些道德的歌曲 三世因果歌 不要唱人家越唱越想自杀的歌 心情很不好 你又给我唱这个 因为现在大部分是情歌 各位 爱情是快乐还痛苦啊 想清楚啊 你会说痛苦叫有一点智慧 但是这个还不是真正的智慧 超越痛苦才是最高的智慧 如何把爱情 用这个情去关心任何一个人 而不是执着的情 不执着的爱情 那是一种慈悲啊 所以你去爱鸭子 爱病人 爱老人 将来改变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您现在收看的是 抢救生命的 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经典佛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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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